这里有一个小笑话,他说他也是转的 说在俄罗斯的总统府门口啊,一个男子高喊 全世界都认为一个人受苦 于是啊,他就被抓了 然后呢,审讯他 就说,你说那个都认为一个人受苦 你说的那个人是谁啊 男子说,那当然我指的是泽列斯基啊 然后就把他放 当离开的时候呢 这个男子啊,就问警察 你说那个人是谁 你认为他应该是谁 警察说,应该是拜登吧 大家都知道答案 但是大家 都言不由衷 大家都不说真话 那当然她搞得发了 好